连锁餐饮业者瓦城在积极斩电的带动之下 上半年的合并收突破了11亿元 税后存益更是冲破1.39亿元 年增高达6成 预计在9月底之前还会再推出集团的第4个餐饮品牌 力拼提高外食餐饮的市占率 不论是又酸又辣的泰式料理 还是咸香过瘾的香菜 也就是俗称的湖南菜 都掳获了不少外食族的味蕾 连锁餐饮业者瓦城看准市场消费商机 将正式进军对岸市场 在上海开设第一家大陆门市 雄厚通路支援与百破市场的实力 未来的成功发展也是可以预期的 弹开上半年财报 合并营收来到11.02亿元 年增16.31% 而在持续落实科学化管理 以及成本费用矿管下 售后精力达到1.39亿元 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60.6% 双双改写历史新高 尽管EPS受到股本膨胀30%影响 但仍达到5.98元 年增22.5% 今年的这个我们总电数将超过70家电 在明年就是2014年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突破全球100家电 掌握后市除了持续拓展既有品牌之外 跟正式对外宣布将在九月底前 以大众化消费为策略 再推出集团第四个餐饮品牌 以全面扩大外食餐饮市占为公司营运目标 福利生路关于台北